我身后这一间泰国很有名的Gray Hunt Gray Hunt起家不是做餐厅而是做时装 这间时装店我是常客来的 很多衣服在那里买帮我这一件就不是 它的时装店铺很多地方都有 在CM Paragon也有 在CM Center也有 而它的餐厅也有好几间 例如在CM Center就是Gray Hunt夜泰菜 提起Gray Hunt Cafe 反应也挺两极化的 有时在香港那间 有人说好吃,经常去光顺 有人说贵,不好吃 究竟是否不好吃,还是怎样 我真不知又没有回家吃过 但泰国这间,铁一般事实 除了游客之外 很多本地人光顾 都说错无虚值 每个都坐在这里 都没有位置 这里胜在一吃的东西 都不算贵 而且精巧精士 还有有少少创意深思 有少少少少 好像Fusion 泰式加西式 但有少少 就不太多 反而它另一个层次 another hunt 就较为高级多些少少 还有古怪多些少少 还有有创意多些少少 那就是another hunt 而这间就是another hunt 若干年前 因为Gray Hunt餐厅成功 在下一城就开了 这间another hunt 就吃一点 Fusion式 意大利参加泰式的菜单 都挺成功的 以前第一间 就在CM Paragon 楼上 之后在another hunt 也开了一间 直到现在another hunt 那间还健在 而CM Paragon 那间 就在楼上 就搬来楼下这里 我也是它的熟客 试试来吃的 其他一味我挺喜欢吃的 就是海南鸡 没错 海南鸡饭 来这个another hunt 吃海南鸡饭 其实除了another hunt 它的Gray Hunt餐厅 也有海南鸡饭 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呢 在这里吃一餐 绝对比吃街边海南鸡饭 但是对于部分泰国人来说 都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好吃的 其实Gray Hunt集团 都不断做很多的尝试 除了Gray Hunt and another hunt 之外 亦都开过海南鸡饭的专门店 没错 专门是吃海南鸡饭 而最近更加再创一成 开了一间 较高级的餐 吃什么呢 在楼上 这间店铺的旁边 新开了另一间餐厅 也是属于他们的 这间餐厅吃的 就不是一般泰菜 那么简单 究竟吃什么呢 看看才行 環境这么漂亮 究竟吃什么 原来就是吃法国菜 法国菜 是啊 整个Saint Paragon 里面 唯一一间法国菜的餐厅 就是这间 还属于Gray Hunt 哇 吃一餐会很贵的 不知道的 试试吧 里面的环境都相当优雅 今晚也有很多客户 好 等我又叫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学期及共考 多辛苦 才做到一个波波茶 我叫做波波茶 茶实是一个玫瑰花茶 做色做水做成这样的 无样 哇 多有趣啊 拍一张照片才行 哈哈哈哈 玫瑰花茶 味道都相当之有趣啊 这一间就不是Gray Hunt 亦都不是Another Hunt 就是一个Gran Hunt Gran Hunt Gran Hunt 就是在地下 理论上Gran Hunt 就是贴地 但这里不太贴地 应该是吃一个法国餐 是泰国第一间吃法国餐的龟亨 应该是Gran Hunt 但是属于龟亨的集团 这里有我最喜欢吃的一些法国菜 其实我已经吃了饭了 但是刚刚叫做新开张 我又喜欢吃果味的 那我就走进来 顺便就拍下来 这餐自己付钱的 不是请我来的 值得一提 这件衣服新买 刚刚呢 在这个ZARA那里买的 因为大减价 那吃法国餐的 要穿得帅 帅一点 帅一点 这件好像万里服的衣服 就适合我了 畢竟新年 新年买新衣 谦邪 有点少少万里服式 那就是very good 于是穿新衣 很有型 单条煲态 就来这里吃法国餐 作为一家法国餐厅 法国面包是很重要的 嗯 都挺香 而且还容易辣辣 再加上这个牛油 还有一点少少焦糖 为什么有焦糖呢 真的不明白 那加在一起 就应该会相当可口 吃这些面包 最重要是热辣辣 还有这些牛油 就不会硬挖挖 这些牛油 都不会硬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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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真的很好吃 哇 就是只吃都已经饱了 不用吃条鸡 哇 这个牛油味很浓 我眼见呢 法围台呢 首先就不是来吃法国餐 是吃甜品 这个呢 真的有很多甜品 有些法式甜品 大家来这里呢 不一定要大鱼大肉 就是吃甜品都可以 当然也都不需要去喝 那样呢 我普通通都已经可以了 大鱼大鱼 今次来到主打要吃的呢 就是这个法式鵝肝 今次来到主打要吃的呢 就是这个法式田螺 我很喜欢吃法式田螺 究竟这里 有没有之前的 骰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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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照 辣 好热 好 之前我在所谷命那间 曾经创下我的记录 一吃吃吉他 十二只 但是这里又如何呢 价钱又如何呢 价钱又如何呢 我没有问的 我喜欢吃就吃 怎会超贵呢 这里是泰国来的 加上单就知道自己的钱 很好吃 尤其是上面 上面呢 有些很松化 好像饼干 的物体 哇 都入味 不行 吃那只 没有人可以欠 要慢慢自己吃光 但是呢 但是呢 多花少少 蒜蓉味 就非常好 不过每个地方 总会有自己的特色之处 今天我没有咬头 所以头发都掉下来 那这个 一间再慢慢吃 不好 已经凍了不好吃的湖山 是的 那就一夜吃光 就一夜吃光 都怪我刚才刚刚吃的饭 所以不能够吃些很贵的东西 甚至是吃些轻甜的东西 很多饮品呢 都是用茶来制 用不同的茶来做一些的饮品 这间店的设计呢 真是很有法式的情怀 法式的情调 想不到呢 龟康的集团呢 既开海南鸡饭店 又开这个法国餐厅 真的要慢慢享受才可以 允许我放下脖子 慢慢吃 剩下两只 以前我吃过 最美味的法式田螺 一间就是水狂泳那间 现在已经 不是收拾了 是转了名 应该转了型 还有没有田螺吃呢 我就不清楚 因为很久没去过 另一间呢 就是在沙拉店那里的 那这间呢 都叫做 呃 不错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每个人都放在八下 我说的超级好吃 到时候你来到那里 不好吃你又有油和素的 好啊 哇 这么快 就 准备了 一碟田螺了 嗯 嗯 我很好记得 有一次 去日本 刚巧 碰到一个泛国朋友 他又去日本 我便一起去吃东西 去了我酒店 所以その一间 所谓的天台餐厅 Biè 但是没问题 Чер的chjiang 叫你田螺 我最初都不知道 就是在乎 1950 件中 gently问:"czne鸥吗? 怎样吃呢?" 他只有一只ques 都arda 我自己吃光了 好軟地 我也是吃光了 接著 另外一味 超級喜歡吃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受了 鐵甘高用破雪三寶 佐治拉心比所影響的魚子醬 忘記說 剛才的田裸是發過入口的 這個魚子醬 也是發過入口的 好記得小時候看 看鐵甘高用破雪三寶 佐治拉心比和敵人打完 臨走 然後拿一塊餅乾 一拆開魚子醬來吃 自此 我小學時 就嘗試去超市 買一些很便宜的魚子醬來吃 當然覺得不好吃 但是大過慢慢 習慣了 就覺得很不錯了 讓大家看到它的模樣 對了 魚子醬 有些奶油 然後還有這些 餅餅 我當然也要拍照 這裡我未必會經常來吃 就算經常來吃 也不會經常來吃 免得被人說 有錢 離地 是嗎 你喜歡吃這些 我先去看看好不好吃 就以為是不好吃的 就像中伏了 這個就暗地層 暗道層 瘡自己自己去吃 好 魚子醬 一坨坨下去 真是滋味 對這裡的市應所說 其實這裡真正的吃法 首先要做些奶油 再做些魚子醬 法國的魚子醬 嗯 更好吃 其實下面還有一些配菜 有蛋 青瓜粒 還有洋蔥粒 是被點絕的 但是我通常 我不喜歡這樣吃 我就是這樣吃 即是等於 我吃甜鴨 我不喜歡包 加上蔥包 加上食材 我不喜歡 我就是這樣吃陳皮 頂到 都是吃那個包包 而已 又來了 即是大大筋 一坨坨坨下去 那個感覺 是很開心的 剛才說 我這個套餐 就是按下 Maticity Secret Service 是1969年的 天使邦作品 即是新可能 你剛剛不做天使邦 就 佐治拉山比 就上陣 但這套戲 相信很多人都忘記 沒什麼印象 但裏面那首歌 就永恆 就是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最近 No time to die 都翻刀這首歌 哇 講得一次 以前我自身 就是一個 龜亨餐廳 新開了一條 就叫做 關亨 OK 龜亨其實還有 Another亨之外 還有這間 專門吃法國餐的 關亨 這裏會有dress coat 總而言之 不是穿拖鞋 短褲這麼噁心 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 見普通的廚客 吃客 有個穿涼鞋 涼鞋也可以 短褲也可以 還有T恤都可以 吃的是法國餐 但是不至於是超級高級的那種 其實這間店 就是一店兩制 這裏 就是法國餐 旁邊就是 龜亨時裝店 龜亨時裝店 以前也說過多次 龜亨起家 不是因為做餐廳 是因為賣時裝 旁邊就叫做新店 嗯 今天我覺得很專程 我是很專程 我剛才說過 我已經吃了飯 但是剛才經過 咦?有這間店 我又想嘗嘗吃 那不如等明天 但今天不知道明天試 明天可能沒有空 明天可能我沒有空 我想想想想 剛巧是這樣 經過這個沙拉 有這件衣服 類似瑪麗服的帥衣服 又適合去吃法國餐 於是特地買了一件衣服 在門口換了一件衣服 就進來吃法國餐 所有東西都是很刻意的 我沒有聽過會是這樣做 但突然之間覺得 這樣也挺有趣的 人生就是這樣 有空為自己做一些東西 整色整水 增添人生樂趣 嗯 好鹹 這是最後了 最後一件了 魚子醬 白色魚子醬 乾杯 咦 還有些麵包 不要浪費了 這餐吃了多少錢呢 就吃了3,800了 吃東西之餘 還可以在這裡買衣服 沒錯 這裡就是貴康時裝店 另外一部分 一些街頭服裝 就可以在這裡買 這裡選擇 嗨 聽過就是餐廳 能嗎 好嗎 ある魚子 這個